中文字幕 李宗盛 再向台深論 讓其可以有效地了解事件實用及重點 兵因及便利或趣味性提高讀者的印象與興趣 其二 文化是社會中群體代表性行為的點爭 近年來色情網路的發展及使用能夠增加 誕生了懶人包文化 基於網路資訊的爆炸 劉英特爾公司副總裁在Web社群大會上談論過去網路傳輸的成長 2010年時的網路資訊傳輸量全部加起來 比2019年之前全部的網路資訊傳輸量還要更多 面對成長快速的網路使用 YouTube每分鐘就有總長48小時的上傳影片 Twitter每天有網路訊息 Facebook每個月則有75億張的照片上傳 加拿大媒體理論家麥克魯漢曾說過 活在資訊時代的效益之一 就是我們習慣活在資訊操載的狀態中 永遠都有更多超出我們出語的資訊 人的時間有限 因此不回去取捨 懶人包在這裡就扮演快速的工具 使人們在面臨龐大的資料量時 得以有的銀口標籤 人們使用這項工具去瞭解發生在我們一起周遭的事物 見此即可發現懶人包文化的便利性是不可制服 我方所認為 我們在懶人包有益於了解公共議題上 主要分為幾點來說明 公共議題為關乎眾人之士 在民主國家內 人民即為公共事物所需特質 倘若能提升公民對於公共議題與事物的關注 即為有利於了解 再者 了解是一個動詞 在了解的過程中 我方認為 有助於這個動詞的完成 即為有利 舉例而言 在陸部下體的資訊中 能夠吸引住獨者目光 又或者是 在吸引了獨者目光後 讓你一頁又一頁翻下去的動機 又或是 其中的圖文 讓你一目瞭然 恐然大陸的成就感 又或是 影片中幽默又拖訓的講解 因此 在懶人包文化中 華史為典籍 不過只是一個胎端 我們期盼的是 透過懶人包 以這樣的氛圍 能夠引起大眾 對公共議題的關心 而不再只是 默默的不善其聲 也得以 在公共議題的決策 或投票時 能有更多的資訊 去作為參考 以及 有更多的動機去尋動 就最近的例子來說 BBZ的報導 太陽花學運時 警方估計 人數 及高達21萬人 上街大規模示威 運動組織者 更估計 高達50萬人 參與活動 同時 也是BBZ的報導 台灣訪和大遊行 數萬名台灣人 在各地舉行活動 呼籲台灣 中節和人 希望社會更多人 聽見他們的聲音 通常所述 由於懶人包文化的便利性 與簡化 讓閱讀的門檻降低 使大多數的人 更有動機去閱聽 相較於 隆藏 尚未分析的資料 那麼使得 公共議題又多了一個管道 可以被更多的社會大眾 看見 討論 了解 也期盼我們的公民社會 不再是至少人先選的自私 或是少數人的政治 因此 我方認為 來人包文化 有力了解 公共問題 我方認為 請百方二面 上台 請選擇 你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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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了解 所以您方認為人們只要有一個動機去了解 就是有注意了解 應該說我方對於了解 認為是 了解是一個過程 然後有幫助 有助於這個過程 是有機會有利 那您方是不是也有提到 懶人幫助 是嗎 我方是說懶人幫助 看那個 看的人 幫助我們看 幫助我們看 是因為它的內容簡化 所以使得它的內容 所以 所以它更有助於 在這個問題上 就是它的簡單 那在短時間內就可以 可以了解它的問題 這樣 那您方會不會認為 這個了解 可能已經出不了解 但是對長遠來說 他們可能 他們可能沒辦法再做更進一步的推估 進一步的發展 那麼可能你們自己知道的就是 事情的全貌 公益的全貌 你會不會有這樣 我方是認為 這個 懶人幫已經知道一個細心 讓眾的去發現這個問題 而發現 只是 我方對 那如果不會造成他們 會不會使他們造成 譬如說 議題的全貌 就禁止於死而已 但至少 他做了一個開頭的問題 所以您方認為 了解 只要有一個開頭就好 其他的興趣就好 是這樣子 對 你方認為有去了解 就是 引起他們的興趣 那他們有出過的了解 就是這樣 就這樣就好 是嗎 我方認為 就是說 我在看來人包只是一個戲劇 我期盼的是透過來人包這樣的 跟我們一起大作對方 那會不會有人 原本他 他本身就是會去查資料 但是因為 懶人包文化的影響 使得他 他認為懶人包 就可以讓他了解 公務議題的全貌 所以他原本查資料 但是後來 因為懶人包文化 他只轉向看懶人包 那 對於議題的生日 他就不會再去做 會不會有沒有這樣的人 那你方先說 會激取一部分的人 吸引他們的興趣 但是會不會也會造成 另外一部分的人 原本會查資料 對議題做更深入的了解 但是因為懶人包文化的影響 而使他 他僅止於 初不了解 公務議題 我發現我也是 會想去查資料的人 懶人包應該就是他們 資料的一部分 沒有 但是我們今天 討論這個懶人包文化 意思就是 人們的生活態度 改變了 也就是說 在懶人包文化的影響 人們可能 對於 了解公務議題 一想到的念頭就是 看懶人包就可以了解公務議題 他們 僅止於 透過懶人包 這個管道 去了解公務議題 好 那 您方認為 錯誤的了解 是不是 不利於了解 錯誤的了解 對 就是 人包有錯誤的資訊 造成人們 錯誤的了解 是不是 不利於了解 所以您方認為說 我確認一下 所以您方認為說 錯誤的資訊就是 不利於了解 是 那您方的認為 我方認為 錯誤的資訊 可能只是 有利於無道 有利於無道 所以是 不利於了解 我方認為 有利於了解 跟有利於無道 那不等於 有利於無道 然後也不等於 不利於無道 那假如 我看了一個懶人包 懶人包上面寫說 什麼話就是 禍帽 那 我就 了解就到這裡 那 你方認為 這樣 還算是 有利於了解 那我幾個比例好了 那個 調說我先看書 對吧 不是 那個 我先看書 書的內容 不是應該是有助理 要演示試的嗎 好 謝謝 請台上便是 明治二年 請反方醫院上台聲論 有些人 明治三年 反方醫院 的 太陽 的 你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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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 讓兩人包來傳播資訊人的新興形態 而兩人包是指將一個議題或事件做重點為整 審去過程、提供結論 以簡明二要的特性方便大眾迅速理解並掌握議題梗淡 而有力或無力於了解公共議題 所要討論的不僅僅是我們對議題資訊量的掌握的多廣 而要更進一步的判斷我們參與公共議題的能力的強弱 當今公共議題所影響的範圍廣泛而複雜 社會上的每個群體可能因為議題的走勢而有不同的影響 了解公共議題即是希望我們能在議題發生的過程中 能有效的了解並做出最對的判斷 因此對於議題相關資訊需要一定的吸收能力和判斷能力 若能有效的達成此門檻便是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反之者不然 正如對方所言 許多人因為懶人包簡單易懂而阻止大家對於公共議題 有了出軌的逃進 然而由於網路上資訊的泛濫 傳播我們坦迪 許多良憂不清的懶人包便充斥於網路平台 而又根據美國心理學家陸基斯所提出的手音效應 人們總是注重先前接受的資訊 甚至於後期接受的資訊 一直當大家以懶人包作為了解公共議題的第一步時 會因他錯誤的資訊而嚴重影響後續對議題資訊的了解 無法有效吸收 再來根據心理學家 提出這個議題的當下便選定了立場 根據Curves的研究發現 人們根本不符合自己認識的觀點 不愈向迴避而選擇性的遺忘 而哈勒州立大學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表明 當日文在看到那些契合他們既有關聯的文章時 會花比其他文章多36話的時間來閱讀 無法有效接納對立面的資訊進行靈性判斷 而這些錯誤與立場的問題 更會因人們生理上的特徵而難以改變 根據認知神經學所提出的逆語效應顯示 由於特定神經原間的連接 會在不斷激活下被固化 形成難以改變的慣性思維 當人們的固有觀點被相反事實證明為錯誤時 他非但不會因此改變想法 反而會更堅持原有觀點 保護固有偏見 縱使突破心理上的層層阻礙 對於理性的閱聽人而言 染人包的去脈絡化 省略前提 推論只有結論的特性 也造成了求證上的困難 局列而言 公平決定聯盟製作的黑箱福茂染人包 資訊根本無法了解真相 短人包作為資訊傳播媒介 不僅錯誤率高 具有主觀性 還因去脈絡化導致 人們在吸收判斷上的負面影響 總的來說相當不適合用來了解 複雜、瑣碎的公共議題 更敬畏而言 當人們如同對方所提倡的 因為方便、輕鬆而斷 將傾向於使用懶人包 來了解各個議題 形成氾濫的懶人包文化時 人們會因此被弱化 收集資料、媒體視頻、統整資訊 和判斷事備能力 而導致閱聽人在議題上 了解異虛可能 人間不了解的民眾 可能會產生立場而固執警戒 人間了解議題的民眾 可能會因為錯誤資訊而產生誤解 即使插到兩個不同立場的男人包 也難以互相檢證比較真偽 甚至需要兼賴其他資訊 更正男人包帶來的福利 而這樣的心態 更去與了解公共議題的本質 背道而馳 故我方認為男人包 我方有福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發言 請正方三面上臺 請問 請問 民方對於男人包的定義就是 相對於原本的文章進化過頭 是這樣嗎 民方剛才一直在說 男人包文化 不是男人包 他具有主觀的意思 其他在 製作者在製作欄包的過程中 有可能會加入片面的主觀的立場 會潛移默化的影響 人們對於這個議題的判斷 所以 對方便是說 這個主觀意思是 因為寫了那個人所造成的 所以 依照民方 民方的 所說的這個 主觀是由人寫出來的 我們在讀歷史課本的時候 那歷史課本是人寫出來的 所以歷史課本也是主觀的 或者是說 我們在讀那個 論文的時候 論文也是用人寫出來的 他也是主觀的嗎 但是因為歷史課本是一個 也已經發生過的事實嘛 但是公共議題是具有爭議性的 所以我們不能將兩個相比論論 我現在請問這些東西 關於主觀的 跟寫出來的東西 是否會造成主觀 因為歷史課本裡面 他還是會繼續選擇這個動作 選擇這個動作 像你如果在選擇的時候 就是義龍主觀的動作 你是否認定的意思 所以 那個 歷史課本 解歷史課本 你會選擇的人 是否有可能 選擇他所需要的資訊 也參與他所挑的資訊 請問一下 您方所謂的 必要的 不必要的歷史資訊 是什麼 這只有兩點之類 那 您剛剛對於懶人包文化的利益 是懶人是怎樣的 就是 我今天也不是很清楚 對 你不是說的 就是懶人包文化是一個取代過去舊的文化嗎 是一個新興的傳播廣告 對 然後 懶人包 懶人包製作門檻是 像對於其他那些具有規範性的論文或 報章雜誌那些 還要 就是門檻還要抵 然後所有人都可以製作它 情形下 就是 產生的一種 被廣泛應用成功 好 那 關於 方惡辯在質問我們 疑辯的時候 有講到 管 是不是你們在說 懶人包文化在使用的時候 你們的管道 只有在使用懶人包文化這個 什麼時候做一個管道 並不是這樣 並不是這樣 好 那 你們對於 無利於了解的 定義是否 有 知道這個 資訊 沒有完整 這個 了解 不是完整 也不是不正確 不完整也不是不正確 對 就是 對於 無利於了解 然後 是從 了解 你了解這東西 是不是完整且正確 對 是 後 那個 是需要有過程 對 是 請 還有 我請問 請問 您方對於 你們剛才說的 內向 符帽的 那個部分 有沒有任何的資料 可以轉正 或者是 論正 這個 這個是 公平 絕潛聯盟 所製作的 海報 他上面寫 對牌開放標準 比巴基斯塔秘密還要低 這是一個結論嘛 但是 我們可以透過經濟部指出的謬誤發現 他 因為是省略他的前提及推論過程 他並沒有考量在中國大陸在WTO 已經跟我們承諾 而且兩岸在ECFA長州清單也已經確認了事實 所以就是這邊診斷 對 因為他沒有考量這段前提 所以他的女材上結論是有名字發言 請振花二葉上台升會 問候在哪 各位 先幫我幫剛剛前面再做一些補充 就是 就是 就是我方的意思 其實是說 懶人包 是一個開端 讓你知道 讓你知道我這個議題 不管你看到內容 是好是壞 或是會誤導你 至少你知道 有這個議題的存在 然後呢 因為現在網路很發達 有許多討論 還有 網路活動的號召 活動的號召是在網路上去幹 所以你看到的話 你可能會 你看到的話 如果你知道這個議題了 所以呢 你就會去參與討論 或是去參與他們主大活動 然後呢 進而可以深入地去瞭解 深入地去瞭解 深入地去瞭解 還有就是 這種模式被融入到我們的生活中 然後讓大家就是 看到懶人包 知道有這個議題 然後接著呢 在網路上看到 然後呢 進行討論 參與活動 然後達到最後一個就是 大家都清楚的明白 然後呢 也會去參與這個公共議題 然後呢 接下來 我們要 接下來 我還要講的就是 剛剛是 有利於了解 還有有利於誤導 跟不利於了解 這個部分 誤導 並不是不利於了解 誤導並不是不利於了解 就是誤導是 雖然我講錯了 或者講的不正確 但是我好歹有講出來 讓你們知道 讓你們知道 而不利於了解的話 應該就是 什麼都不講 完全不知道有這個東西的存在 然後呢 就沒辦法 就沒辦法的去了解 因為連個開頭都沒有 所以呢 所以 我認為其實 在 雖然一開始可能會被誤導 但是後面是 有機會被改正的 所以呢 一大層面來說 它還是有利於 了解 文化 了解公共理體的 然後 然後 我方 開始就是 不是講說 並不是講說改靈包 可以完全了解 它了解就是一個基礎的觀念 然後呢 後面才可以這樣子 繼續 繼續開始 然後呢 剛剛對方 對方 一遍講 他們 懶人包 是 減短快速 然後 省去過程 解省過程 然後只給結論 只給結論 我方 並不這麼認為 因為 他們講的這種懶人包 是不好的懶人包 懶人包 有好有壞 好的懶人包 應該會是 給予 簡短的推論 然後呢 經過一個簡單的推論 然後呢 給予一個小節 然後呢 方便大家閱讀 然後 接著是 再來講 是主觀意識的部分 懶人包 懶人包 對方講說懶包 常帶入主觀 或者是主觀的訊息 可是有很多東西都是 就是 大多數都是人在寫的 所以呢 被帶入主觀 這是 帶入主觀 這是必然的 因為是人在寫的 所以呢 我方不認為主觀 是 不利於 了解 不利於 我方不認為主觀 會 就是妨礙了解 妨礙了解 妨礙了解 妨礙了解公共議題 好 我方生的導師解釋 請 反方三遍上台 直訊 你認為有利於了解 不等於 你認為有利於 不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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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有利於 不等於 怎麼會走出來是嗎 對 他有講出來 你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最近幾個被你 假設我說 我方反方醫院系統出 那我好歹已經降這個 他不聽這件事情 那這個就有利益 只是很明顯是不利益 這個跟那個有否不同 你沒有講出 就是你講出來是說 你這個 不斷費 我不是想問你的是 我今天給予你一個錯誤的資訊 然而你認為錯誤的資訊 叫有利於誤導 您又告訴我 錯誤的資訊 他不帶有利益的解 原因是他好歹也講出來是嗎 這邊的誤導 他不會是全部都是錯誤的 就是內容是可能會掺紮一些錯誤 然後那誤導的方向 那你至少他就是 他有對有錯 那他會有可以請你舉一個 舞蹈的類別嗎 然後無法理解你們 到底對錯誤的資訊 是什麼樣的想像 嗯 好 就像 發生的 發生的一件事 其他類別 那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是 我們 現在 我方就是很想要 站在這裡想要 讓民方清楚的 就是 有利於民方了解 你在這裡講 有利於民方了解 我方想要告訴你們 請你舉一個 確實一點的類比 不要講出抽象 我還不知道有利於了解 是一個自來組之類 我方想要告訴你們的是 請你舉出一個清楚一點 資料上錯誤 而不是不利於了解的類比好嗎 好 對 我們等一下有待您再舉出 再來第二點 您認為人寫的東西都會主觀 是不是 只要是人寫的都會主觀 好那我方今天想要請問您的是 因為今天懶人包他在網路上發表 很大多 是 那因為網路上有這個匿名性的問題 還有這個網路計畫的問題 所以人們在網路上的發流 會比較偏向激化或是極端 這我朋友一邊有說什麼事 也就是說 我們在網路上說話的時候 我們會混入比較多的個人色彩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方要告訴你的是 我方承認日系的東西都會主觀 但是懶人包這個東西 他的主觀成分比較嚴重 這個地方必須要承認對不對 可是有些書他也是 就是用底名之類的 我方要跟你講的事情是 相對於其他的資訊管道 反而包這個東西 他本身 因為他在網路上傳播 或是他的匿名性等等原因 他本身的主觀成分 就會可以走是不是 嗯 嗯 這個 我 為什麼 好 那這邊我剛剛再問你 這個等您在深入的時候 再跟我澄清 您說好的懶人包 會有簡短的推論 是不是 也就是說您這句話 也挺適合說 有壞的懶人包 對不對 對 懶人包有懶人包 好 是哪 我先跟你討論好的懶人包 這部分 您認為簡短的推論 是什麼樣的情況 令我舉個類比 您覺得 胡茂30秒通過 所以胡茂是黑箱 這是個簡短好的懶人包嗎 呃 並不是這樣 為什麼 胡茂30秒通過 所以胡茂30秒通過 所以胡茂是黑箱 那只是一部分啊 就是 所以您幫對推論 您幫對於簡短推的想像是什麼 您幫認為怎樣在簡短推論 就是 有些是 您幫可以在幾個清楚的類比嗎 因為我方完全不清楚 您對於簡短的推論 是什麼樣想像 搞不好您幫所謂簡短的推論 其實總共有一千個字啊 我方沒有辦法明白 您對簡短的推論 這是什麼樣的想像啊 嗯 就是 有一個 他 他會講出 為什麼他會寫出這個結論的原因 那胡茂是黑箱 他寫出原因是胡茂30秒通過 他也有寫原因嗎 那為什麼您幫認為 這不是一個簡短的推論 老師你這段片喔 您認為簡短的推論這部分 其實就是胡茂30秒通過 胡茂30秒通過 所以胡茂30秒通過 所以胡茂30秒通過 所以他屬於一個簡短的推論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們知道胡茂30秒通過 這件事情所影射的意義其實有很多 如果胡茂簽立 簽字跟這個動作30秒 就說是黑箱就是不正確 之所以胡茂30 胡茂是黑箱 所以他沒有好好地開走理會 所以這個 零端節的簡短推論這件事情 是否有利於了解 請採訪 請擺放二面上台上課 明誽 完成 學會 印象 呢 增ooked 字幕提供 错误的资讯导致人们错误的了解 并不是鼓励于了解 我方还是不懂 对方为什么要一直这样强调 我方认为错误的资讯将人导入错误的方向 这就是鼓励于了解共同意义 而我方对文化的定义是指 人们对于生活的态度 举例而言 西方文化并不是就代表着 他们军事能力强或是产业能力厉害 就是整个西方文化 而是说他们有自由开放的生活态度 较强烈的个人主义 而反观今天来的懒人包文化 懒人包文化并不是代表 很多人看懒人包 就是一个懒人包文化 而是说人们在懒人包文化 这个文化下对于了解公共议题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看懒人包就可以了解公共议题 而他们就仅仅是想要破过懒人包 想要了解公共议题 他们不想要自己去整理资讯 来去做议题的了解 他们这样子对于议题 不再有深入求知的意愿 然后局限他们接受其他资讯 他们可能今天看了一个懒人包 就以为他了解了公共议题的全貌 这我方认为公共议题是非常复杂 而且具有争议性的 并不可以只单从看懒人包 就可以了解公共议题 而就对方的逻辑来说 确实短时间内 它激起懒人包激起了人们的兴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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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假如 假如 懒人包造成人们错误了解 可能会像我方一片所说的 口音效应 或是网络群体集化 将难以改变他对于议题的错误了解 而这极致不利于了解公共议题 而对于有正确了解的内线人来说 就长时间来 就长远的 角度去看他们的话 他们以为自己了解公共议题的全貌 不再去做深入的讨论 深入的 深入的 我方对于这个部分 其实还是存有一点怀疑的 就是说 为什么人们 看了懒人包之后 就会激起这个 对议题的兴趣呢 每个人都有自己 自己想要看的 自己想要关注的议题 举例来说 像 国中小孩的家长 他们看到了渔民 所整理的环保议题 懒人包 他们就不会有兴趣 他们对于那个议题 就是不会有兴趣 所以他看了懒人包之后 可能也是激不起他的兴趣 而 他们可能 今天关注的就是十二年国教 之类的懒人包 而且即使在对外方面有的逻辑 来推论的情况下 可能会激起他们对议题的兴趣 但是我方认为 一个人不可能专注于过多的议题 他们对于议题的关注度 是会被分散的 他们假如懒人包 激起了他们对各种议题的兴趣 但是他们就更不会有能力 去对于各个议题 做深入了解 去做深入讨论 我方认为 有利于了解 应该是有助于 长远时间来了解 并不是说短时间内了解 就是了解了 对于长时间的部分 是需要去做更深入讨论 我方深入就到这边 对于长远时间内了解 请正方一遍上台 此时 请正方一遍上台 我问一下 您好 您刚刚说您对我疑慾了解的医疑症 嗯 是 那我刚刚说 我问到你看的时候 是不是 好 这个 我问 您刚刚是我觉得 是不是那个 老师这个词 老师是有利于了解知识的 嗯 不一定 不一定 未必 因为老师也有好坏 有好坏 有好坏 嗯 那如果 假如像您刚刚说的 男人包有坏的 那你们就觉得 男人包可能 会不利于了解 那是否 您刚刚说 老师这个词 可能 不利于了解 是不是 嗯 我刚刚听到你 你刚刚的意思 就是 老师就是有 有好又坏 老师 可能 叫有 有益 嗯 男人包 你要给他们的主观议论 主观议事 主观议事 是 因为我刚刚也提了一份资料 就是 有关网络群集合 好 人们在网络上 发表言论的时候 因为大家不知道 他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发表言论 会较大 所以叫 主观议事 主观议事 所以 主观议事 会局限他们对于其他资讯的接收 就是不利于他们了解 那你不应该知道 有时候打比赛的时候 常常会 对搜寻 你上的一些论文 是 其实网络论文 应该也有很多 还有一些资料 应该也很多是 但是他们并不会受到匿名性的影响 他们时间写论文 他们还会写他们名字 假如觉得他论文写不好 可能就会被受到 他们就不会有这部分的问题 就是主观立场 主观立场 主观立场 因为就是人们在做懒人包的时候 并不需要说他是谁制作的 所以他对于资讯的内容正确与否 他并不需要付太大折去 对于例如他中国的错误之日 就是负较大折的 但是如果他今天若无写错 可能就要负较大折 然后会被得到大的抵平 那零包当野有收到 零包举祖这个 这个懒人包 有多质积类 是不 habit 패 嗯 不是 我方常常很愛激情 但是在透過染包了解的時候 有可能很錯誤的了解 如果我方也說了網絡圈集的話 或是 我方不讓各位出席 你是吸引進去的 但是激起興趣之後還是要 但是激起興趣並不代表有利於了解 有可能不會激起興趣 因為並不是每個人 對於每個議題都是有相大的興趣 就是我方剛剛也舉了一個意思 就是國中小孩的家長 他們對於環保議題的懶貓不會有興趣 對於十二年國教的懶貓才會有興趣 就是對於十二年國教這個議題才會有興趣 那您剛剛應該知道 我現在懶貓哥是一個想 應該也知道有很多類似內容音樂有趣 是 然後 您剛剛覺得這些 就是有沒有可能 抓到他們覺得很有趣 去看下去 沒有 那假如激起他們的興趣之後 那 在以國中小孩的家長來說 他們對於環保議題有了興趣之後 但是也相對解釋 他們對於十二年國教的了解這個部分 因為他可能會被分散了這個關注度 他的關注度是會被分散 不可能對於每個議題都都有關注度 但我們是一個大部分的設定 對於十二年國教的設定 當選舉中最大的選舉 它會是一種的政治的設定 所以我們也是一種的選舉 而選舉的選舉 這是我們一種選舉 選舉的選舉 我們選舉的選舉 選舉 比賽到這裡我會為大家做出一些戰場目前的分析 首先我在這裡澄清一下我剛才在講的一件事 就是有利於誤解跟有利於了解 反方的辨識需要我們提出一些證據 那我以剛才我們一遍再講一個例子來當一個證據 就是相信評審剛才聽的時候 就是聽到說我們講社群網站 可是我們就是聽成社群網站 而我們聽成社群網站 他並不是不了解而是我們誤解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關於剛才我剛才跟反方辨識 第一次討論的時候他們就有說到 他們定義的懶人包文化 他們在使用的時候不只會用一個管道 所以我們先看完懶人包得到入門的資訊 入門的資訊之後我們還可以再繼續 再深入探討去找其他的資訊 然後所以我方對於有利於了解這塊 首先我們有利於了解 我們看到了這個懶人包 看到了之後我們有機會激起興趣 也有機會讓我們去討論 甚至有機會看到這種像大虎 大虎案的那個他們在網路號召 號召要去遊行 然後如果我們沒有先看懶人包 或是一些入門的資訊 我們看到這個那些人真的會去遊行嗎 所以我們看到的懶人包也有機會讓我們去參加一個遊行 參加討論遊行的時候也有機會讓大眾更明白這個議題 到底是要再探討些什麼 還有我方認為剛才對方辯識講的就是一般家講 聽到漁民的懶人包就是不太理會 就不想去理那個懶人包 沒有引起興趣 我認為家長這件事那個漁民的這件事 根本就不干他們事 除非他們是漁民 因為我認為他們對於漁民這個範圍太過狹隘了 公共議題應該是要更廣的讓大家能夠討論 所以可能因為無法影響到自身利益 所以我們不想去理他 還有我方跟對方辯識達成了一個比較明確的公司 就是我們都認為懶人包是一個簡化的簡化過後的東西 他具有主觀的主觀的印象 就是製作人會帶入主觀的意思在裡面 然後我剛對方認為就是因為這主觀的意思 不利於了解 然而在寫面文的 論文的時候 一樣會帶入主觀的意思 如果這樣也是無法 就是不利於了解的話 那我們不管是 是不是先用懶人包看到這些資訊 或者是用一些叫聲的資訊 來一開始就看到這個 因為他叫聲的資訊也是人寫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所有的東西 都帶有主觀 所以所有的東西 是不是我們都不利於去理解 去理解這個 去了解這個東西 我的 我的聲論到此 結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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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請 我叫做 Bunny とう 年 你們都認為公共議題是不達的事情嗎 就是公共議題是比較就是因為很就是照理性全面嘛 然後 算是 我們剛剛說到懶人包是具有簡單一種特性 所以說你們方認為懶人包是具有效率的東西嗎 是一個具有效率的東西嗎 具有效率的東西 我方認為是很沒錯 因為就像我們剛才說的我們先看到引擎 就是大家不是看到這個東西之後才有機會去討論 但是我方剛剛曾經提過嘛 就是因為就是網路計畫的關係 所以我們可能會帶入自己本身的地場影響 而且懶人包的錯誤率因為會比其他管道還要多 所以在互相影響然後要更別它原本地場的過程中 不是會更加有效率嗎 你說 你說那個 立場就是主觀與主觀之間很痛轉 是 主觀與主觀之間很痛轉 我方是 就是您方認定的不必有了解就是因為主觀所以不必有了解 就是因為主觀這件事讓我們先懶人包受苦 不一定是主觀它有可能是片面也可能是錯誤嗎 對啊 是 那請問請問那您方如果遇到這個懶人包是有錯誤的 那應該如何解決呢 遇到這個懶人包是有錯誤的 就是因為會去討論 討論之後會互相影響 互相影響之後有可能接收到好處接收到壞的資訊 然後就是全部解收之後自己會做出壞的資訊 在互相討論的過程中 所以您方認為它是藉由其他管道然後去迷路 藍人包那些沒有提到的東西是 是不是 那我方認為如果藍人包是需要藉由其他管道才能迷路 那不是正式代表它因為不利於了解這議題所以才需要去討論嗎 像是您方剛剛曾經說到就是我方講射程玩飯然後你們 我們民方有人認為是社群網站 但是民方經過討論所以才知道原來我們講是錯 那這樣的話我們不是藉由藍包 而是藉由其他管道才知道這個原本是錯誤 我現在不講射程包最好我們一開始講 它是一個開端是一個路面 如果我們首先沒有這個開端的話 我們根本就不會去探望阿道的事情 所以我方認為它是一個開端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開端 尤其後面一連創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認為它最後對理解這件事是有影響的 所以我們認為它有利於了解 所以它會覺得自己好像已經了解這議題而不去繼續關注 它這樣的話就是每個沒有注意它深入了解 這樣的話它不是就是因為沒有就是它的那個 它沒有那個 它沒有參與公共能力的 它沒有參與公共能力的那個判斷 例如是 您剛剛有說到 您剛剛有說到 就是如果不用 懶人包去做一個開端去討論的話 因為你剛才說要討論這個 就是我方認為是因為懶人包去有引起討論這個 這個討論這個作用 才會引起後面它一連串 有助於理解 就是有利於理解 很容易的這個職業請看 請台上面是女子發言 請反方翻面上台聲論 情侶 很容易留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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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複雜的理解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什麼的工作 今天正幫他把他的利益 建立在那些原本意願比較低 或是資訊量比較少的 男人和男人身上 然而我們知道這個社會大眾 並不是只有這一處人 我們盡量要反幫他們另外一個客廚 有一群人他原本就會自己去查資料 自己去保護病會 原本他在意願上跟資訊量就比較高 然而懶人包的出現 會讓他對於資訊量的滿足 或者是他認為懶人包出現之後 我就不用去看公聽會 不用去聽講 因為他以為自己已經了解了 也就是說 對於這群人而言 因為懶人包的出現 他不再去深入的了解 他沒有深入了解的意願 從資訊量和意願去討論的話 這一群人是減少的 然而我們今天沒有辦法比較出來 對於他們所說懶人包卡住的正面效應 增加某些人的資訊量和意願 然而我們討論另一個客戶 減少他們的資訊量和意願 我們沒有辦法比較出現結果 所以我認為這雙方都是一樣的 再來第二點 我們今天想要強調的事情 其實這社會上不存在任何一個人 不關心公共議題 只是關心公共議題的面向不同 就如我幫二面所寄出的例子 今天我們的家長可能根本不常知道 關爆議題的核四 可是一講到這個12年國教 他可能就變得很緊張 也就是說 我們人們對於公共議題 與自己切身相關的 本身就會去深度的關注 正方今天所講的 提高意願的事情是什麼 他讓所有的議題看起來都很有趣 看起來都很好玩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的家長 可能他會跑去關心胡茂 跑去關心核四 相對來講 他的心力就被分散掉了 他的關注力就被分散掉了 他對於12年國教關注的時間 你們關注的程度就會減少 所以一增一減 其實對於激發興趣也抵不出來 但是今天正方完全沒有 對我方提出的厲害 做出任何的解釋 我方已經提出厲害 這個懶人貓會有錯誤率高的問題 因為他沒有經過審核 還有我方也提出論證 也能證明懶人貓是個簡化的東西 在前提的審核的過程 也可能造成推論的錯誤 再來第三點 我方也提出懶人貓 他有偏僱主張的意見 會阻礙人們去接受 與自己不同立場的資訊 也就是說懶人貓文化的影響 會造成我們判斷能力的下降 判斷是非對錯的能力下降 媒體試圖能力的下降 也會弱化我們對於資訊 資訊接收的能力 因此這些能力 對於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公共議題 是個必要合作 公共議題它只有正義性 而公共議題所代表的正義性 不只是有很多選項或是很多臉象 公共議題所廣設的 往往是指在社會上的定義分配 以文貌議題為例 今天有一群人在反文貌 捍衛我們台灣的程序正義的時候呢 他們所意味著代表的是 阻擋了我們台灣服務 也到大陸發展的機會 所以公共議題說 他所表示的 其實這個社會上的定義分配 今天這種討論 我們才能決定 我們時候要是定義分配比較平均 人們可以去選擇 我是要幫助社會的既得利益者 讓他們更囂張更猖狂 還是說我要幫助社會的弱勢 進行這個現在社會上利益的平均 因此公共議題的討論 限制到人們的利益的時候 我們認為判斷能力是必要的能力 我們不能因為流於主觀 因為膚淺的了解 因為我不了解對方在講什麼東西 我只考慮自己得利 所以我就輕易的去剝奪別人的利益 這當然是對公共議題的一種損害 簡單來講 我們認為 如果敵方今天只藉由粗淺的了解 片片的了解 輕易的去損害 決定我們社會上的利益分配 敵方所進行的事情 是傷害這個公共議題 自然是不利於了解公共議題的 不我方認為男人幫我化不利 於了解公共議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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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請問您為什麼光看藍包會無法獲得深入求職意願 今天民邦想要討論你的群人是原本沒什麼意義的 而我方又要吃出社會大眾的一些人他本來就好講 而民邦先把藍包的東西給他 他可能就被我過去討論你會聽點講看的 可是他看到藍包的時候他就以為自己的東西 也就是說大家以為自己了解的時候 他就沒有深入了醫院 總統跟他們說那些人認為他們自己都了解 那這樣子他們才會去參加 他們應該這樣不是他們認為自己都了解 他們才會去參加討論 因為他們認為自己這整個意義非常清楚 所以呢他們會想跟其他人交流 就是這樣 我們今天所講的醫院不只是討論 而是我們是否有醫院再去深入了解 今天他有意願討論這件事情 跟他有意願再繼續生日 然後這件事情是怎樣的 他有意願 對啊 那我問我其他問題 就是國方無法接受 為什麼你們說 那個什麼藍人貓有匿名性 所以呢 他上面的年度就會過得比較好 是很對不起 這方面我們可能沒有說不清楚 我們認為藍人包 他是一個在網路上發表的東西 然而不單單是他在網路上發表 製作藍人包的人 他不需要在上面寫字做這些事 然後我們經由這些心理學和精神的研究 就會發現 當人們不需要在上面致敏 也就是別人都不會知道 這些寫的東西的時候 他的言詞會偏向比較誇張 激動和激化的形象 藍人包相應通常還是會有表演版 所以他們死得不好的時候 還是會受到很大量的 可是大家批評的是藍人 然後而不是藍人 然後這個人 也就是說 如果人不服務經理聽我說 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件壞事 而大家罵說某個人做了一件壞事 跟大家罵說我做了一件壞事 是根本相對不同的 大家罵我說我做了壞事的時候 我可能才會比較難過 而大家在罵有一個人做了壞事的時候 我可能是沒有感覺 沒有回酒 因為大家不知道是誰做的 可是通常寫藍人包的人 他通常也會參與下面留言的部分 所以呢這個 所以妳不是說 藍人並不是每個藍人包都有留言區 是第一點 再來是第二點 就算他參與了留言 別人還是不知道藍人是誰啊 可是他還是會找到攻擊啊 是他會找到攻擊 可是大家喊 可是問題是 就他本人來講 那他只是怕過一個網路上的網民 而不是怕過他本人啊 大家只是怕過一個網路上的眾多網民一個人 這是不一樣的觀念 今天我如果是具體 網民中 網民中的一個網民 代表說我這群體就很笨 然而今天這樣就有沒有很指涉 那一旁邊就變得指責我的時候 我可能就不會感覺到我被警告 今天別人在網路上泡紅 我跟他們被指責我的時候 就感覺我完全不笨 好 那接下來 想問妳跟妳說 妳們說那個 有些人他們就是 大眾對比較想要瞭解 跟自己有關的功能 所以 妳們這樣子不會說 如果他們對其他議題 感到有興趣的話 他們應該是會花更多時間去了解 而不是像妳所說的 我方安曹所說的是 人本來就有他自己本身 想要深度關注的公共議題 而林方所做的事情 只是把他的深度關注 淺化之後再分散而已 所以總體來講 其實是沒有增加 您只是把他對於每個公共議題 都做個淺化的動作而已 所以妳們的意思就是說 觀看男人包的話 會把他們深度了解 對 就是他們要深度了解 那個意願的淺化嗎 這是第一個字的 因為當我要分散心力的時候 我一定就介紹 來教練生前出發言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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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候在場的問題 我方認為 奶奶包是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的 不論這個奶奶包 它裡面的內容是對是錯 因為我們一開始就有講到 我們是先看到 然後看到之後有機會勾信心去 或有機會造成討論 不過像我們之前說的 他看到號召遊行的 號召遊行的POWER 他們也會造成他更有機會去參加這個遊行 參與公共的議題 這樣參加這種議題或討論 讓他們更有機會 讓大眾更有機會去明白這個公共議題 他到底是要在做什麼 因為我們雙方都有討論 就是我們都有講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都會去討論 我們不管怎樣都會去討論這個動作 也許正方他們討論的動作 是使用公經會 或是電視上公開的辯論會 但是如果我們 因為我們並沒有 對方的定義當中並沒有限定 你懶人包的話只能使用一個管道 所以如果我們也同時使用他們的管道 同時再加入懶人包 懶人包因為它是在社群網站上面 網路它可以快速的流傳 所以它可以增加知道的人 讓製造車公共議題的人更明顯 所以我方認為如果再加入染人包的話 會比起沒有更有利於了解公共議題 關於相關的證明就是 野百合學運 當時野百合學運運的時候 只有六千人 然後我們看看現在的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 這裡太陽花學運 竟然到了五萬人 我們只是想 這已經就是網路快速散播的功勞 而懶人包是網路 是網路讓資訊快速散發的一個部分 無論這影響是大是小 它都有在影響參加 就是讓人們理解了解之後去想要參加 參加油行的意願 大家先給予我們 好 謝謝 我掌握你們 我掌握一下 我掌握一下 就吃了 我們一定是可以 先看看 影片 bipolar C 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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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 大家好 大家好 各位 首先回到电梯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蓝人包 而是蓝人包文化 蓝人包文化这个词所含示的东西 不只是蓝人包的出现 就仿佛我们在讨论西方文化的时候 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西方物质 或是表面的呈现 对于我们出现在社会上的真实性 而是西方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内在 或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社会 西方文化的出现 可能是个人主力传播到 我们的内心影响的精神层面 所以所谓的蓝人包文化 它所代表的东西 不只是蓝人包这个物质和单体 同时也表现着它的影响 以及它对我们精神内化的反应 再来是文化要澄清 公共议题这个东西 并不同于一般的小说漫画的知识 公共议题它所谓的正义性 也不只是我面向这么简单的问题 它所含设的是社会利益的分配 所以我们的社会 对于公共议题的参与讨论会有一个期待 我希望人们都能够理性 并且在充分了解之后 再去决定这个社会上谁该得利 谁该失利 所以总的来说 今天了解公共议题成为了一个社会的责任 因为公共的参与讨论所干涉的是整个社会 大众的利益分配 因此了解公共议题其实有其文化 而我方的讨论有利于了解公共议题时 是要看我们是否有能力能够接近那个门槛 或者是我们能力的倒退会使我们离那个门槛 更加的利益 再来回到北方文化 所谓文化影响我们内心上面 来人帮文化所提倡背后的价值是什么 是我们了解公共议题时就他方式说快速和简单 求简求坏 然而这跟公共议题本身的价值相违背 正因为他涉及了人物的利益分配 所以我们会希望大家能够实事求是 我们当然认为看论文最好 我们当然认为直接去和政府当面沟通最好 我们当然认为走到田野前去问能力 WTO对你造成了什么伤害是最好的 这是我们对于公共议题所了解的想象和能力能看 然而来人帮文化求快速求简单 他的本身的文化背后的精神价值 就和公共议题相违背 他会让我们渐渐的没有办法去达到 公共议题本身的目的性及其他的意义 也就是说当我们想要了解你公共议题时 我方想要讲的是不是懒人帮不利于了解 而是懒人帮文化背后所提倡的价值是什么 背后所提倡的价值求新求快 和公共议题本身的价值相违背的时候 在于公共议题上他就产生出一个很大的离开 我方想要说的是懒人帮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可是当我们在看懒人帮的时候 我们要怀疑懒人帮 指疑懒人帮 我们要知道看懒人帮还不够 然而懒人帮文化所代表的就是指 我们把懒人帮的东西吸收内化到我们心里 但是我方想要告诉你的就是 我们在看懒人帮的时候 不可以简单的就把它内化到我们心里 不能够让它变成一种文化主流文化的现象 让它影响我们的精神层面 而我们要去看的是 我们在看懒人帮 我们就要明白它是不够的 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 懒人帮才有助理了解公共议题 因此懒人帮文化总的来说 影响我们的精神 弱化我们的能力 并且害我们的公共议题本身的本质相违背 因此懒人帮本身所产生的利害 再加上懒人帮文化所提倡的角质 是鼓励于我们去了解公共议题 谢谢大家 欣赏完精彩的比赛后 现在让我们来欣赏更精彩的谈刊评 首先有请专业主席 正前半国家安全长 给我们的奖评 谢谢 各位 这样比赛对得也蛮简单的 我觉得正方的论点 我理解起来大概就是 懒人帮的文化可以透过这个社群网站传播 所以呢 可以让更多人参与 那同时也能够让人获得更多的资讯 主要强调的其实就是 更广嘛 我觉得更多 我觉得我会理解大家怎么样 原来正方的这个论点 其实在中前半段的时候 是没有受到这么挑战的 因为我觉得反方的主轴 其实主要就是在阐述自己的东西 不要小几指引到底 是不是真的更多人 比较唯一有做挑战的啦 就是 嗯 刚开始是有 中途有一个挑战 就是在反一 咨询三 正三的时候 有出现的就是 你了解的资讯多 不一定有用 因为那个资讯 如果是错误的资讯 或许是不利于了解 那双方这边就开始争取一些文字上 它是有利于误导 到底是不是很不利于了解 这个争论有点无聊 可是我觉得 这场比赛当中 原本是双方都说不太清楚 可是我觉得在反一 咨询正三的时候 我就其实反而被正三说清楚了 就是 反一去问正三说 原本是社群网站 被讲成社群网站 那像这个例子 反方一看嘛 就说他不利于了解 可是 而且反方还主要补充说明 就是 有利于了解的部分 就是后面大家 开始讨论了以后的资讯 才被纠正 那正方就顺着这个话讲 就说所以看嘛 一定要有个开关 那错误的资讯 才会被纠正 因为这个 刚好是反方有做求 给正方很好打下去 而刚好是让正方 在这个文艺之真上面 有算是成功的证程 了解的资讯 就算是错误的 或者是片变的 但至少就这一个部分 而已 还是有利于了解 所以 这个部分 我觉得更多资讯 是不是代表的更了解 至少 至少有 至少有 有利于了解 只是 反方也同样的 有另外一个 你们自己的论点 是跟这个论点 刚好相同的 也就是 你们认为他了解 尼多就停在这 尼多就停在这 这个算是你们拿 自己论证的论 他会停留在这 而不会 往更深度的地方了解 这个待会 谈到反方论证 我在谈 总之我大概能够 理解 正方有证明成功 就是 人的了解 资讯的量 可能会变多 可能会变多 所以他会不会 停住 他会不会导致 他没有完全 空盘的了解 就是另外一个 那第二个论点 第二个论点 我觉得是 正方比较 都有去活益的 原本正乐 尾职是有机会 去活益 但我们没有做到 正方想要强调 懒人抱怨的话 可以让更多人参与 然后反三生论 又有一个很简明的说法 这个说法有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 不知道是你们听不出来 还是你们觉得这不重要 总是你们就没有去活益 反方的说法是 每个人本来就 会去了解 对特定的议题有兴趣 这东西在反三生论 提出来就玩不上 你这个 然后反三生论的时候 我才知道你的目不理手 总结你的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本来就会去了解 特定的公共议题 那懒人抱怨的话 只是分散了我们 对公共议题的时间 经历 所以其实整个来说 他没有更了解公共议题 因为他反正是让我们 分散了 这个说法如果真的成立 真的如同板方所说的 真理解误不出 把这个参与的人群 整个来说 参与程度没有提高 所以我觉得 对于这方的论点 是很有杀伤的一个论点 可是这其实很好回应 只要回应 这很容易是做求给正方党 因为你们有没有想过 人的时间跟精力 虽然都是有限的 可是他的分配 本来就不止分配在了解公共议题上 所以你如果男人抱怨的话 让你更有兴趣 他的前提是 所排挤的时间一定是本来拿来 作为了解公共议题的时间 可是简单来讲 他排挤的会不会 可能是睡觉的时间 或者读书的时间 好比说我了解 或者参加太阳发行 可能懂了服貌的议题 会不会排挤掉我原本 对热身疗养议题的观众 可能不会 因为我排挤的时间 可能是我本来上课的时间 所以 所以其实正方 你们可以这个样的去回应的话 就可以轻松的打掉 反方所说的那个逻辑 因为反方的那个逻辑的家庭前提 都是公共议题 了解公共议题的时间 彼此之间之互 必然互相排挤的 可是这个前提有问题 就是因为人的时间 本来就不实施用在公共议题上 对 可是我知道你在当中 反方的这个工法很明确的 而且效果也很明确的说出来 他们就是想要在这边 让正方提不出来 那我也接受就是正方在这边 现在没有回应 那你们就没有办法 正程参与程度也会更高 那其实我觉得另外 这个 后来我觉得反方有 刚刚我说正方有成立一个论点 就是希望他可以懂一些资讯 不然那些资讯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也没有编过 总之这样本来的参与人 就是知道更多了 这个部分呢 反方其实的回应就是 嗯 你们觉得有立场的资讯 反而是有害于了解 有害于最终的点子 双方对于了解这个词汇 其实有不太一样的定义啊 那我觉得这场比赛 反方是到节变才让我觉得 你们 你们的那一串 有关资源分配的说法 是有办法连接到变题 在三面深论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你后面讲那些什么 资源分配的东西在里 意义是什么 后来我大概知道 就是你们所认为是因为 了解公共议它的目的 可能是想要去促成合理的资源分配 所以我们在定义了解的时候 不能够是用一个很低的门槛 因为很低的门槛 那个如果我们就认为 这次了解就满足于什么 可能会造成不合理的资源分配 所以你们猜说 在定义了解的时候 必须要是用一个比较高门槛的定义 我觉得你要把它连接起来 因为我觉得你反三深论的后半段 比较失败的有些问题 没有把它跟面移扣接 你反三深论后半段 会让我觉得你只是在这 懒人包文化 它不利于 比如说不利于整体社会当中的利益 并没有证明到它是不利于了解公共议题 你一定必须要把说 这个题目的定义要怎样定义 你才会有意义给说清楚 那板邦最 我觉得在板三深论的时候 你成功的让前面两个比较出来 也就是正方多了解了一些资讯 可能就停滞在这 因为它被你们的那些心理学的理论给输入 可能就再也不会去吸取 跟它立场相有的资讯 这边的确有成功的大臣移不出来的效果 我原来板三深论的时候 如果你前面两个都成功的说到移不出来 那后面最后一个 我觉得再三遍都还听不出它跟别人的关系 我最后还把多一点论 都拍给反方了 因为我觉得在结面的时候 我起码是有把它连结回来 而且整个东西 也算是在中前半段的时候 都有提过的东西 只是到最后结面的时候 我才意识 就是到 我们在讲那些话的目的 是为了想要提高 那个了解的品牌 这也是你们背后的这个价值所在 所以我觉得 是最后场上也就是正方正成了 可以让大家懂一些浅白的资讯 可是反方正成了 可是相对的也让大家 比较不容易达到那个高深资讯的门槛 那可是反方又进一步再去讲说 公共议题的了解就是需要懂到高深 所以我觉得在了解的地方 我稍微 所以最后是觉得 只有反方在那边有多多多的触摸 所以是把多一些论论 可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的反方 这种价值的素质 其实很危险 因为你们有意识到 为什么 这场比赛 你们有意识到这场比赛 就是可能要迎战 了解是个高门槛的动词 那正方 如果有发现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很可能可以反过来操作 就可以去批评反方的背后的那个价值观 就是把了解公共议题 好像是当成一件很专业 一般人所无法做到的事 我觉得你们正方可以刚好抓紧 这个反方的价值观去批评 说可能正在反方的这种态度 让民众觉得是没有很厉害 你才不愿意去参与政治 我觉得正方是可以试着 把公共议题的一定要 不要说成这么难 你们甚至正方可以直接挑衅在说 谁说公共议题很难的 是因为你把他当成一件很难的事 你才会说出那种没有人听得懂的外形 然后可能就可以再说 一个好的公共议题的讨论 绝对不是关在象牙牙里面 是讲自己懂的语言 然后你们可以试着去阐述 就是公共议题的了解可能要尽可能的 反而要降低门槛 然后这个样子的时候又可以扣回 这个题目议题的了解本来就该用一个低门槛的方式来看待 但这样的比赛就会变得很精彩 而且就刚好能够卸合你们所论证最重要 那在辨试技巧上 我觉得正方的学历 在答辨上面都明显不太行 我觉得你们太憨厚了 就是反方很多时候都算是做球给你们打的 就是反方的一些问题 老实讲商业都很大 很多都是一些基本确认的问题 如果一样反三执行政策 那一轮我给反三执行高分的 如果这并不是这个问题的内容有多好 是反方寻寻善善用 比如说那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告诉我什么有利于误解 跟是等于不利于了解 这种东西 就是反方很诚恳的想要去询问一些很基本的逻辑 那很多时候就正方如果回答得好 就可以打回去 可是回答不好就糾大了 所以我觉得反方很多 就是这种类型的问题 正方都没有好好把握 就算比较难得有把握到的 就是比如我刚刚所说的 反方一直询正方单面 正方单面 所以在那个单点上面有回应到的时候 你也看不出 你有表现出你回应到的那个气息 因为你好像就是反而被问及了 然后忽然间集中 你也看不出你是不是生痴 总之就是你就忽然间想到 然后就忽然间回应 就是你们好像在大面上 气场就变得很怒 所以我觉得是你们正方三位便是这个一贯的问题 那以及我觉得你们三位便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就你们从头到尾都忽视了反方的主论 反方一面身份 那个讲了那一大堆那些心理学上的这个东西 你们处理的工坊都很薄弱 你们处理的工坊都比如说就只有 就只单纯的导入荒谬 就很单纯就说 那是不是什么事都有立场 你教科书也有立场 就只有这个样子 就只有这个样子 我觉得单纯的导入荒谬 除非你的技巧非常好 否则通常他不会对论点的逻辑造成什么出力 因为反方警大可一大可说 对他觉得教科书就是独立于公共议题的 了解大可这个样子说 那除非你们有办法让大家真的觉得太荒谬 我绝对不能接受 否则建议一个好的导入荒谬的技巧 应该在导入荒谬里头说说自己的看法 你不能导完了以后就没事了 而且你还没有成功的导 因为这把这条米达反方有切出有量差 虽然这个切得有点丑 比如说什么历史课文的事实的评价 这个有点丑一些 因为我觉得历史课文可能就 还是涉及了很多评价的部分 这边反而比较接受正方的说法 那有比较其他说法 比如你们去写逆迷信 写逆迷信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怪的写法 因为我觉得懒人包和逆迷信没有那么强烈的结合 那这个部分那你们在这样比较当中这样运用 没有受到太充分的挑战 所以也只能别讲解手 可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说法应该是 你的所幸的国籍一贯的承认正方所说的全部的类 确实都是不利的 我觉得这个样的或许可以解决很多内附的国籍问题 那像刚刚那个匿名性的我的看法反而会是 很多懒人包他反而不是匿名的 因为有时候他是为了输出权威嘛 所以他很多时候故意有时候特别图现什么 他是黄国昌老师的懒人 背书过的懒人包 或者金茂教授的懒人包 他不见得是匿名 有些是匿名的 可是他跟懒人 他是懒人包的一个专属特色 有些是匿名的 好 总之大概 所有的理解大家是这个样的 如果理解大家是这个样的 谢谢学长金凯讲评 接下来邀请主席 左手发了张来刚学长跳舞讲评 底下才能够说话会期应该会大家好 我先说简单的 就是我觉得啊你们在讲评 舞蹈不等 你们有益于舞蹈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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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应该会很重要 你就对我来说 虽然你们少一段时间 不会在我的平板里面出现 我就讲我对于这场比赛里面 所塑造出来的现实的状况 多一个简单的整理 对我来说你们在这个 行部懒人包文化的过程是这个样子 一开始会有人去过懒人包 那这个制作懒人包的过程 有一些状况的问题 对反方来说 他们会有什么群体 计划 匿名 举官 出货等等的这个制作过程 都会就先发生的一些特性 但是做完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人去阅读懒人包 那对正方来说 因为这个懒人包 它是有趣的 吸引人的 会让人家关注力提升的 所以在乐听懒人包之后 正方导入的结果是 这个因为他获得了更多其他的资讯 不管是对还是错 反正就是他就是会想要去深入了解 那到底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没有很清楚 总之你们就认为 越多人了解 他们就会想要去深入 所以说叫做有利益的了解 可是反方跟乐听懒人包 这个过程之后 有另外一种解释 然后认为 他们这个有 手不知道什么效益 我没有超到 就是第一份的资讯 对人来说是影响最深的 你们认为是这个样子 那对正方来说 这些人来解释的都是入门 叫做一个入门的开端 就是这样子的入门最深 这样子的影响最深 第一份资料 对于这个反方来说 又有两种解释 第一个要做分赞助 第二个你们认为 有百分之三十六的人 就是 不是百分之三十六的人 一个人 他会 与自己相 识相同立场的文章 会多化百分之三十六的血血 那这样子的导致 会导致这个想法对话 他会 有好多一些词 他的理论说 会深信那些 一开始经过 群体极化定议 主观事故的来源包 或是一些错误的资讯 会深深的僵化在自己的脑中 然后进而拒绝其他立场的资讯 因为我拒绝了其他立场的资讯 所以法对复杂的公共一家判断 所以我搞错这些 我都不一于了解 这是我对于反方论点的理解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 想要这个样子 想这个样子操作 可是我觉得啊 如果就是 就我一遍稿 听完之后的理解 其实反方论论这些事情 是完全可以 甚至可以 不用去挑战这方面 因为如果说 照反方的逻辑 跟脉络来说的话 你越多人居越多懒人包 那就是越多人被物化的想法绑住 就是越多人去 持有那些 算是心理学啊 或是一些其他理论的背景底下 就会让他 譬如说 激行群体对立啊 或是让他们怎么样的 总而是对反方来说 就像是 三变自己这边所说的 三变自己的深圳跟这边所说的 就丧失了对公共一体 以下判断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样子 会打得轻松一些啊 你就可以不用去 预怪正方的空谎 就是因为正方 他们就只是 你们在讲的是同一件事情 只是你们对于这个脉络比较 你们有不同的解释 那你们如果这个样子去解释 正方越有趣越吸引人 那最后你们的 所行造出来的避害率是越大 我觉得这个是我一开始 对你们的理解跟想象 可是你们后来也不是这样的处理 你们后来也是一样 就是跟 通常大家的意料之中一样的 甚至去跟正方说 正方我认识这种群人啊 而另外一群人 他们因为男人包 所以说他们都不去 然后去监控命会的聚业 那这个男人都比不出来 所以就算了 并或是你们说的 陪伦路肯开 那就是一个分担主题 那这个分担主题 因为这个也比不出来 说到底最后是 总量是多少 也就算了 那我觉得其实对正方来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们会 没有想要去跟打工讨论 他们的论点 就是你们就是在 一直重复一样的东西 可是你们的东西很好理解啊 那对你们来说 就是如果是 有人去讲 有人去听 那就是要多为了解 那当然 我觉得这个也很值得 很好接受 我觉得你们要嘛 把时间花在 在处理高高的工厂 要嘛把时间把 像上位学校说 把这个问题 打得随一点 打得后一点 那我不知道你们会 就是 那么的没有效率去 我觉得时间的运用啊 你们可以做得更有效率一些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 就是去想想看 在什么事情 是你们在场上 应该做的 来庞队的一个比赛 而不是去做一些 文畏的讨论 我觉得问题才好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比赛里面啊 非常简单 这方的 这个 正方的这个 论点反方 或多或少 有做一些打托 或是攻击 那反方自己的主要的脈絡 当然就是 反正的学妹说 不容易跟我们想像的 一开始听到的 音乐表的时候 想像不太好 所以我们的演义不可 那就是走一个 比较传统保守气氛的路线 你一定要去跟我 去交入正方之后 我们想要去 这个 来形怒文化的 一个比赛价值 不知道大家 这样的事情 会让这个 大家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 去参与多多问题 你藉由这个样子的方式来 论证来 以后的文化是 但是不利 了解方式的问题 我觉得 也没有受到挑战 就是 也没有受到挑战 都没什么好讨论 对我来说 那就是成立 可是 我觉得啦 虽然你没有受到挑战 可是 在我的 在我的想法里面 当然我有一些是因为 无关乎胜负 就是 就是 我没有给你非常高的 认识 我觉得在 你们 对于自己 一遍稿的应用的掌握 我觉得 没有那么的深 就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醒 就是 你们可以去想想看 很多时候 很多东西 你们是 早就可以在 聪明的 聪明的论点里面 去回应的 我觉得会 透明更好的话 会让你们的表现 没过有所提升 当然你们如果就是 其实不太喜欢这份稿子 或是不太想要这样子打的话 那就是没有什么意见 那就会 那只是在这样 在这个比赛的操作上面 需要可能多花一半心思 或是 你们三个人如果都是这样想的话 那就 那就无所谓 可是如果你们没有 没有做好事情的功务 可能就会有一些风险跟转头 这是对你们下下的提醒 我问一下大家可以到台下来问 谢谢各位 谢谢学长出台奖机 非常有请就来主席 右手帮的志祺林学姐 为我们的奖励 谢谢 台下来我们的奖励 这个方面是一奖 各位大家好 这个因为最后一个奖励 就大概讲一下 就是我们对今天这奖励 比赛的看法 就正方在讲的是 今天所谓的有利益 你们讲的是一个入本 就是正好中间对于了解的想象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正方今天直接论证 也就是直接论证了解这个你们所谓的动词 你们讲的是 当我先引起兴趣跟关注之后 我会再进一步的想办法去搜集资序 或是去关注这个意义 进而更加的了解 所以他也有 今天你们论证的有利益也有可能是 他成为了解的一个前置作业 所以他永远了解 不过我觉得正方应该也是在了解 这个定义上我不懂 为什么正方一直说我要定义这个词 可是当反方在问你们说 那你们就了解定义什么 我就说你们了解这个动词 就是你们没有解释这个 这个你们依然就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解释 了解这个词汇的意义是什么 我没有关系 反正正方的意思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反方要讲的 所谓你们对了解的想象 就是指的觉得应该要獲得 足够正确的资讯 然后他必须可以做出一个正 他对这些事情的认知是正确的 而且啊正确到 就是他可能可以在这些信息上 或是有自己的想法 跟可能可以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那他认为这应该是足够的了解 才能被称之为是了解 不然的话你们认为 就是了解这些事情的门槛 那就如同就是第一个 需要讲词的意思 也就是对于了解这些事情 就是他的门槛为什么要画到这么高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讨论 就有的时候 我们在使用了解这个词汇 在某些语境下 他的确门槛是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讨论的是一个更了解 或者是多了解一点的话 他可能这个门槛又不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 不过我觉得正方今天没有去跟反方 做这个部分的工法 我觉得的确实有点可惜 那因为如果正方可以去跟反方讨论说 如果反方的这个所谓的了解 只是一个好上加好 但是不能够去否认正方的 也属于了解的一个范围的话 那今天我觉得在整场比较的讨论的状况 可能会跟我今天最后的判断可能会不一样 那反方在讲的是在这个正方就讲说 因为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时代 那资讯非常的多 所以议题也非常的多 那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以一个更简单的方式 把每一个不同的议题 统整成一个来人包 让大家去看的时候 那有可能可以引起大家的关注 跟大家的兴趣 或者是可以提供一些大家的简单的知识 那你们觉得这就是一个更有利于了解公共议题 那反方也认为就是来人包是一个简化的资讯 可是正方认为这个简化是深入前出的简化 可是反方认为这个简化是一个过于省略重要资讯的简化 那反方想要论证不利这件事情 你们想要讲的是 当今天我接收 你们前面举了很多就是这个心理学啊 然后这个不管从心理或生理的部分上来说 就是如果我一开始接收到的资讯是有错误了 或者是它是一个非常偏激或偏迫的逆常的时候 会造成我后续在接收上的困难 或者是我在想法就是我不愿意 我可能会不愿意在于接收后续不一样的想法 那你们认为如果在 因为懒人包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做的东西 然后这个大家都可以做 然后再加上网络逆流性的状况下 它很有可能会出错或者是逆常这样的偏迫 那当它出错跟偏迫你又看 你又在这个大家都喜欢看懒人包的环境之中 你又选择看懒人包的话 就会造成你可能在刚接触这个议题的时候 先看到了正方意见的懒人包 你就再也无法接受懒人包的意见 尤其是这个意见里面还有很有可能 很多都是错的造成你以为你支持这个立场 那你们就觉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 其实是一种无利于了解 但我觉得如果这边的说法更完整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用个更实际一点的说法 是它离了解越来越远 因为你们想要讲的了解是它必须要知道事实 那如果今天我知道的是一个错误的资讯的话 那我离事实越来越远的时候 它甚至可能比我原本根本不知道这个议题 不了解这个议题来得更不利于我了解 因为我心中已经有一个偏见了 像比如说你们在咨询答辩的时候 也有问正方说如果我说我的队友是个猪 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不利于我了解 我觉得你们要比较 你们甚至可以再进一步的 在这个例子里面可以进一步去讲的是 如果今天我对你们这个 如果我对你的队友是完全不认识的状况下 跟我因为听到不实的谣言说 你的队友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的状况下 到底何种情况更不利于我去了解你的队友 就是在反方的诠释下是相信是 先听到负面谣言的这种状况下 反而更不利于我去认识他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功法 它甚至可以延续到正方所讲的 当我引起关注的时候会有利于了解 我觉得反方应该要更直接一点去挑战 关注跟了解这件事情是不是必然会练节在一起的 因为我关注一件事情不代表我后续 会愿意去了解这件事情 比如说如果我一开始就接受到非常偏激的资讯 说这个某某政治人物是个混蛋好了 那今天我可能就会排斥甚至去抗拒后续 对这个政治人物的了解 所以正方所讲的一起关注 他不必然会带来后面的有利于了解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反方应该更早 或是更明确一点去做挑战的 然后反方…好没有吗 然后反方反而今天主要是来讲说 错误跟逆场这件事情 会鼓励于后续的续绕跟了解 那当懒人包形成一个文化 当大家今天想了解议题的时候 都选择用懒人包作为第一手资讯的时候 他会弱化大家思考跟搜集资讯 还有媒体试图的能力 那你们觉得在大家的这样的能力被弱化之后 反而会是一种不利于这个了解公共议题 不过我觉得这边也有一个问题 是听起来像是不利于公共议题的讨论 但是有没有不利于了解公共议题 我觉得可能还有 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微的差距 不过我觉得这个地方正方也没有去做 也没有去做挑战 反而我觉得正版双方今天在场上 讨论最多的部分就是对于懒人包裡面 资讯的错误或者是过于片面的立场 这件事情到底对于大家了解公共议题 就是是不是 就是到底是有利还是不利 那这个时候正方一开始 对反方这个立场的挑战 你们就先丢一些 那历史课文的那他也有立场啊 论文的那他也有立场 那反方的说法就是 因为加上逆明性之后 对他的那个程度是有差的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很明确地画出一个标准 是主观的程度到底过得很表现是不利 但是显然到当他是主观又加到逆明性之后 他更加主观 且他不用对他言论负责的时候 就可以合理地相信这样子的 就是刚好是符合他们提出来的那些理论 就是过于偏激化的立场 所以不利率的后续的这个接受 那所以我觉得正方在立场这个部分的挑战 我觉得是稍显薄弱一点 那在错误的这个部分的挑战 我也觉得这个反方的学妹去问正方说 那个社群网站的那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上今天场上的状况 的确会让人感觉起来 对就是当我阅读了一个错误来懒人包 但是当我在懒人包下面 或是跟我身边的新闻好像做讨论的时候 或许不是可以发现这个错误 进而让我激进对这个议题更多的认识 或者是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这个工法是有效的 但是他不能够依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错误 都可以藉由这样的方法来做解决 但是我觉得的确对于反方提出来的 这个错误的部分是有很大一部分程度的消入 但是我觉得反方如果在你们自己人本的工法里面 也可以去讲是 当我已经先入为主的那个刻板印象之后 我不一定会想要去找一个 跟文艺厂商对人去做讨论的固定 因为反方一开始的说法是大家就是喜欢听 大家不喜欢接受一些跟自己想法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如果我看到一个反合的来源 然后我觉得很反合的话 那我一定是在反合的团体 比如反合的团体Facebook里面去讨论说 今天为什么要反合 而不会去何能留言终结者的这个聊天室里面 去跟大家讨论我反合 那为什么也要听到这件事情 不过就是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 的确就是反方对正方的攻击是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正方 但是反方也没有办法去跟正方所谓的引起兴趣去做 就是你们接下来要去跟正方讨论说 那引起关心跟兴趣这件事情 算很大是有力了解 反方有一个工坊是你们认为 人本来就会去关心一个 跟自己切身相关的公共议题 所以当今天如果像正方真的讲 真的像正方讲的这个样子 我开始去关注一些 我原本不曾关心的公共议题的时候 其实反而会分割了我关心原有公共议题的时间 让我对原有公共议题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那么的深入 可是我觉得在我来说这个工法 我是没有我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因为第一个就像学长前面学长讲的 就是关心公共议题的时间是 他不一定是固定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而且有可能我人生中就只关心一个公共议题 所以我其实还有很多时间去关心 第二个第三个公共议题 而且我觉得如果照反方这样子的邏輯的话 那没有任何几乎没有任何东西 是对于了解公共议题是有利的 因为只要我多了解一个公共议题 就会分散我关注原本议题的时间跟心理 所以没有办法得利的话 那我想不出来在反方的世界里面 到底有什么东西是对于了解 多了解公共议题 所以这个工法其实我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我觉得正反方都各自能够去成立 正方可能可以引起某些人 有兴趣去了解公共议题 那对反方来说 但是资讯懒人包里面的资讯错误 或者是立场篇文的确也有造成这个 有些人对后续议题了解阻碍的可能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最后 在这个双方的这个论言最后的判断是 我觉得正当的确可以引起兴趣这件事情是对的 但是反方其实还有一块是你引起兴趣了 没错但是我觉得反方没有那么清楚 把这两块东西练结在一起 不过我觉得它应该会是长这个样子 是即便你引起兴趣 除了刚才反方提出来 那个我不接受的就是会分散清理的那个说法之外 还有另一个是当大家都习惯借由懒人包去提 比如我想要关心社会问题 我会选择看懒人包的时候 它会弱化大家收集资讯和思考的能力 那这件事情如果大家对于收集资讯的能力 比如说大家的思考的面向会降低 或者是大家主动想要去收集资讯 或者是去勘验错误的能力降低的时候 我的确认为它是一个不利对于公共密帖 对于我后续想要调解公共密帖 我觉得它的确是有可能不利的影响 不过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反方没有把它就是在纯意比上 就是在最后的这个在场的整理上 我觉得并不是有这么清純吗? 就是两块连结在一起 所以我最后在这个论点双方的论点帐后 我就在我多判的里面 我们跟着论点跟出没办法 对那这是我今天在看那个比赛这个论点过程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大家在帮忙下来问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学姐奖评 最后公布評分单成绩 首先声明 評分单的公布顺序 与裁判作次期 奖评顺序无关 第一张評分单正方比反方 66比82 胜方反方 第二张评分单 68比87 胜方反方 第三张评分单 67.5比74.5 胜方反方 本场比赛由反方以3比0过胜 请双方面试至台前握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